28house日日每日樓市 夕陽28house找樓app 贊助課窗 雖然代理編制的二手樓價指數 反映切勒之後有反彈的跡象 但是要用多少的時間才重返幾年前的高峰 沒有人有水晶球預測得到 很多半身盤的蟹貨業主 等不到回家鄉就只能選手離場 近期一手市場易貼市價 甚至低過市價推盤 二手市場繼續捱打 尤其是在早幾年買下的半身盤 小至開放式 大致超過1000呎的豪宅都出現蝕讓個案 市場消息指 柳寧不夠7年的九肚山上行 一個實用面積1761呎的四房單位 原先以4500萬房盤 最終減價900萬 以3600萬連車位沽出 折合赤價2萬多元 原業主在2018年舊入單位 持貨6年 賬免損售1800萬 蝕福超過三成 打破屋苑紀錄 面積較小的單位同樣洩到入獄 大埔白石角雲匯 一個284呎的開放式單位 最新以396萬估出 赤價13000多元 單位5年貶值120萬 撇除上述成交 屋苑今年其餘11宗成交都是選手 最誇張的個案 蝕福達到3成6 在免虧數超過1100萬 市區單位同樣不能夠欠面 則如衝軍豪峰中層Q室 一個299呎的一房海警單位 最近以570萬估出 赤價19000多元 原業主在2019年以789萬救入 持貨近5年 賬免損售219萬離場 據了解 新賣家在內地投資客 看好區內租沒有發展前力 加上業主願意減價 決定博取買入單位用作收租用途 為了加快北部都匯區的保地價初生 政府去年將標準金額的安排 擴展至更加多新界的農地 地政總署日前公佈 首批10個分區的標準金額 個別地區更加反映了政府 有因應到釋放以下條定價 發展局去年年底宣布 擴大標準金額保地價 去到新發展區以外的新界農地 首批會在元朗、北區和屯門10個分區試行 早前公佈過這10個分區 包括元朗市鎮、洪水橋站、錦上路站、 粉嶺上水市鎮、古洞站和屯門市鎮等等 最新公佈各個分區的不同用地 在修改土地用途前後的地皮價值 將會每年檢討一次 以農地做例子 地政總署將這10個分區的 農地價值最新劃一圍 每呎418元 在修改地契之後 如果用來做住宅用途 地價就提升去到每呎 2369至3159元 當中以元朗和粉嶺 上水市鎮最高 而採用標準金額 來進行保地價的計算方法 是以更改用途後的地價 扣減原有用途的價值 換言之 這10個分區的農地 要轉做住宅的話 實際的保地價 每呎介乎1951至2741元 雖然說這10個分區的標準金額 和實際保地價是首次提出 但是都見到政府在定價上 再作調整 以標準金額計算 去年年中在粉嶺北新發展區 每呎標準金額回落到3484元 而在附近的粉嶺上水市鎮 最新公佈的標準金額之下 每呎只是3159元 即是市鎮地段的定價 還要比新發展區低近一成 以實際例子做參考 位於粉嶺北、馬式路項目 是北都手中標準保地價個案 去年9月 每呎保地價據了解大約3100元 和目前粉嶺上水市鎮 實際保地價每呎只是2741元做比較 後者更加便宜了一成一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